2100超新闻 非常多資料慢慢的解密之下 還有包括本節目《雲瑞圖議員》 他手上有非常多的報表 這個報表是騙不了人的 那裡面呈現了非常多國際品倉 他到底有哪些秘密 我們先開一下我們今天的來賓 周一寇 大家好 輝文 還有阿藤 還有鳳馨 大家好 還有楊文嘉 大家好 我們等一下 邱毅委員他在高雄現場 因為他現場還 最近還有選舉非常忙 那等一下我們會跟他連線 但是我們先看一下 今天特徵組聽說有動作 先看這個畫面 有一組決定要把事情說清楚 蔡英文掃機也逃不過追問 要面對的挑戰更大了 特徵組大動作 已經秘密前往國發基金會會調閱卷宗 鎖定三大方向 首先要查清 為何高雲仁南華案 早在宇昌生計成立之前 提出申請卻慘遭駁回 同一顆藥物 宇昌生計卻透過 極機密過程快速通過 第三份卷宗 鎖定蔡英文家族的 台茂生計創投 為了對付蔡英文 整個國家的機器啊 全部都動起來 蔡英文 是一個江洋大道 十二不色之圖嗎 不只檢調開始調查 本來要澄清物質烏龍的劉毅如 也態度轉硬大爆料 台茂生計公司 雖然只出資百分之二 要求七到十一席裡面 董事席次三席 董事的席次 這個也會有台茂生計創投 相關的董事會組成之後 來共同做決定 宇昌生計成立三個月後 蔡家要成立台茂生計創投 又跟國發基金申請易住 劉毅如質疑蔡家出資程度 董事席次不符合比例原則 要請教當時掛名蔡董的 還不止於此 這個公司雖然蔡英文在擔任董事長 大概是沒有職員 或是職員全部都沒有理薪水 然後也不用付水電費 除了投資宇昌 那幾個月之間好像沒有別的業務 台茂生計創投 最後這一家也沒有成立 所以何來這個問題只有 不過當時國發基金依然核准8.75億 只是因為民間資金沒到位 最終沒有成立 劉毅如還點出 南華案下雨而歸 對宇昌案卻通行無阻 何大一是主要關鍵 何大一提出來 他強烈反對這個案子 3月31號的投資說明會上 主持人是何美月跟何大一 所以我們看不見何大一的角色是什麼 何大一持有宇昌公司的股份在什麼時候 是馬總統在執政 何大一人在美國聯繫不上 始終沒有對宇昌案有任何說法 選前時刻特徵組主動調查 國民黨還要成立調閱小組 宇昌案戰線越拉越長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其實我觀察宇昌案 這麼久 就是說 還有我們自己去 去找一些資料 立法院只有一個人懂 比較懂 宇昌案就是邱毅 其他的人都在胡說八道 因為他搞不清楚 其實有多少公司你知道 今天劉毅毅講半天這家公司 是很晚很晚很晚才成立的 叫台茂生計創投 這是一家很晚成立的公司 那大家講 那宇昌案呢 宇昌案前面有一家台茂 然後才有一個宇昌 台茂之前有一家叫傑森 你現在搞混了吧 總共講了四家公司 那這一家創投 台茂生計創投 是後來 那時候蔡英文他們又去成立的 那成立的 其實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是用台茂生計去設的 可是台茂生計裡面 他所有的資金一億三千兩百萬 都去投資宇昌的 所以這家台茂生計 他其實是空的 空的 然後又去投資 一家叫台茂生計創投 你現在也很搞混了吧 那這家台茂生計創投 就像剛剛劉毅瑜所講的 裡面沒有職員 沒有水電費 他只有一個董事長 然後他能夠憑這樣 就申請到國發基金 他申請十億 結果核准七億八 八億七千五百萬 就你會覺得說怎麼會這麼離奇 是很離奇 不過今天特徵組開始去查了 查到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覺得特徵組當然這個是不會有結果 這個非文是專家 而且這個反而可以讓麗瑩來操作 國家的機器都來打壓我們 連特徵組都出手了 那蔡英文又不是江洋大道 那這個當然就是選舉的層面 但是我們整個節目在看了就是 蔡英文你到底有沒有圖離自己 到了這個時候你還不出來說明清楚嗎 卓姐 那當然這個蔡英文必須面對自己要說清楚啊 那講到國家機器啊 其實這個案子是蔡英文充分運用國家機器 在班前 那蔡黃郎用什麼江洋大道十二部社來 這個好像是過分的對他的要求 可是一位總統候選人 依照蘇嘉全他的搭檔的說法 也是要有最高的標準的啊 那從某個角度來看 他是讀了博士學位讀了碩士學位 而且留英留美啊 然後在他的副院長任內發生的事情 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知道的可能是60%到70%的資訊 另外還有一些東西是鍛鍊的 我們沒有辦法接上來 可是這是一個非常膽大妄為 而且在他的官位上 這個用盡各種方式啊 為自己的家族跟自己啊 來謀取利益的一件事 其實談這個案子啊 談到今天呢 其實是慢令人覺得悲傷 因為這個對台灣的名譽 是不好的 台灣本來要好好地發展生計產業 那可是變成一個弊案之後 你在國際之間 你要怎麼來立足 你將來要怎麼樣來發展這個產業 對不對 後續我們還會碰到非常多的問題 那特徵組其實在他的發動的時機 我認為他是有這個基本上他是有膽識的 你可以說他是來這個扣卷宗看看 劉毅如是不是真的偽造文件了 昨天要提告的是你民進黨的這個陳其邁啊 跟那個其他的相關的人士 你們說這個3月31號那劉毅如說是物質 依照劉毅如的說法 是國發基金的同仁們把8月的東西沒有標好 之後把它放到3月然後又放到 柱上3月然後放到一個4月那個被查的那個文件裡面 既然他講的這個流程是可以透過偵查去了解的 要只有檢察官嘛 你去把國發基金相關的職員相關的工作人員拿來比對 所以誰說他是只是發動到這個蔡英文本身 而且這個案子牽扯到的不止蔡英文呢 牽扯到了何美越 牽扯到了國發基金那個搞內線的有一個副秘書長 這個還到卸任的這個副院長家裡面去討論怎麼樣去給你一個台帽生計創投基金 這也牽涉到了蘇貞昌 你認令你的這個屬下 把國家的這個血汗錢人民的這個公帑這樣的使用法嗎 中間還有張俊雄 甚至於這個案子難道跟當時的總統沒有關係嗎 所以特徵組他昨天晚上發動這樣的一個偵查的行動 從任何的角度來看我們都不能因為選舉期間 而有這個刑罚假期或是法律假期 我覺得大家都理性的看 唯有不心虛的人 唯有沒有錯誤沒有犯法的人 你才敢面對所有的偵查 蔡英文你敢嗎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民國96年521 蔡英文已經卸任他520跟蘇貞昌一起卸任行政院長 那其實今天可以看到了 剛剛周杰講到了 國發基金的副執行長其他家報告 是96年12月 他要成立台茂生計創投 然後執行長跑去他家報告 他是一個老百姓 他在8月31號也是卸任以後寫兩封信跟何美業執行長要錢 何美業馬上播 然後12月又派一個執行長 又去他另外一家公司 要更多錢的公司 要10億的那家創投公司 去跟他做簡報 不是去討論 為什麼 因為這個 教他怎麼申請錢 教他怎麼申請 你還少什麼報告 然後副院長我告訴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可想而知 大家想一想達政案 達政案吳乃仁是什麼東西 老百姓 邱毅仁指派 中將 金貝局長吳偉隆 去跟吳乃仁報告 說這個人將來我們會 吳乃仁是將來你的董事長 去給他報告 入侵中將跑去一個老百姓家裡做簡報 其實你可以看到 扁政府那個時代是如何不堪 我們現場邱毅委員也在講 邱毅你有聽到嗎 聽到了 聽到了 小總聽到了 好是邱毅有沒有意見 是 有沒有聽到 我來說 好是 蔡英文真正的問題 是在台茂生計創投 台茂生計創投 是蔡英文卸下行政院副院長以後 在96年2007年的12月 向國發基金去申請投資案 他要求的金額是10億 比宇昌生計 所要求的金額 2000萬美金要高得多 要10億 今天劉毅如發表了一個最重要的資料 劉毅如說 台茂生計創投蔡家只投資7000萬 佔整個台茂生計創投35億的資本 裡面的千分之二 可是他要求三席董事 蔡英文囂不囂張 當然囂張啊 他為什麼如此囂張 剛才小董說了 國發基金還要派執行長 去告訴蔡英文說 這個案子要怎麼審查 才能夠過關 還要替他做簡報 而蔡英文這個案子 不是和美月專批 說跳過審議程序的 這個案子是有經過審議程序的 所以蔡英文寫了一個假的 空投的計劃書 他在計劃書裡面 他說計劃書的內容說 台茂生計創投資等等等等 是由蔡英文博士擔任 董事長他領軍 然後緊接著請大家看這個地方 他說台茂生計創投的團隊 有多位曾在北美生計公司 或創投公司 擔任執行長董事或顧問 與台灣波士頓西谷等地的 研究機構與大學 以培養相當之網絡關係 有助於將國外先進技術移轉國內 進一步帶動我國生計產業的發展 因為這一份計劃書 這一份假報告 這一份假計劃 把審議委員騙過去了 以至於啊 最後國發基金決定給他8.75億 決定播8.75億 時間是什麼時候 請大家看 97年的3月18號 97年的3月18號 如果不是政黨人體 這個8.75億 就跑到蔡英文跟他家族的核包裡面去了 我再告訴大家 政黨人體以後 這個公司有沒有成立 沒有成立 蔡英文在計劃書裡面所催的 有什麼台灣北美西谷波士頓的生計專家 一大堆的專家 執行長顧問這些人 都沒有出現 這個公司根本沒有成立 這個公司根本是個空殼子公司 如果不是政黨人體馬政府上台 名字名高人民血汗錢納稅錢8.75億 就跑到蔡英文的核包裡面去了 蔡英文的行為跟陳志忠一模一樣 陳志忠嫖妓被抓 然後他跑到法院告我 也告一周刊 最後結果被法院跟地檢署查出來真的嫖妓 是好 謝謝邱英文 蔡英文的情況一樣 是 我們可以看到 他一樣要去告劉易如啊 要去告很多的人啊 要告蔡英儀啊 還要告我啊 是 結果現在特徵組把這個案子 開始進入調查 是 蔡英文這個案子真相一定會大白的 是 我們剛剛看到邱毅委員 因為他在高雄 那我們看到他所拿出來的其實就是 也是這一份 這一份東西是什麼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的新聞稿 97年3月18發的 那時候 還是張進雄在當行政院長對不對 3月18發的裡面講什麼 講說他同意 撥8億7千5百萬給台貿生計創投 那時候剛好是投票的前三天 投票是3月22 那時候整個氣氛 大概知道謝唐廷快輸了 趕快撥這個錢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是很納悶啊 但是大家看剛剛台貿生計創投 國發基金要撥錢給他 還派一個副執行長去老百姓 蔡英文家裡去做簡報 大家剛剛看劉亦如所講了 劉亦如所講顯然是有所本 因為他講的那東西太細了 他說這家公司沒有職員 甚至沒有水電費 連水電費都講出來表示他一定查過 因為一般不會講這麼細 就是說你一家公司沒有水電費 是沒有人在上班 裡面整個公司只有一個 叫蔡英文的董事長 其實是沒有什麼人 其他的人全部是兼職 甚至沒有水電費 大家聽了不會覺得很奇怪 一家沒有水電費 只有一個掛名董事長的蔡英文 他憑什麼 在扁鎮魯時代 申請10億 然後國發基金同一波 8億7千5百萬給他 很奇怪 我覺得今天這件事情 其實昨天 劉亦如因為他那個物質日期 這件事情他道歉之後 其實藍綠都非常的震撼 那藍綠呢 其實在這個事情上面 都表達了高度關注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蔡英文問題很大 那問題就出在說 昨天一個物質 把整個突然 我們大家偷偷下了高速公路 我覺得現在是回到高速公路上面 沒有那一份文件 今天宇昌案跟台茂科技創投 生技創投 這兩個件事情 依舊是蔡英文 我們最重要檢驗的部分 坦白說在法律的部分 我覺得這一部分交給特徵組 至少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文件資料 其實是不夠 有沒有構成法律要件 我現在沒辦法判斷 至少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不夠的 但是我認為監察院是一定要調查的 因為這裡面 國發基金也好 和美月也好 我覺得都有非常多需要深入調查 因為都太多 不符合過去的行政程序 可是現在最重要是要檢驗 蔡英文 她是不是一個玩弄權力 而且貪心的人 我這個話再講一次 玩弄權力 而且貪心的人 你看她一共其實涉及就是兩個案子 我跟你講這裡面涉及的公司真的非常的多 可是把它簡化就是兩個案子 一個宇昌 一個台茂生計創投 在宇昌案裡頭 她把同樣一種藥 然後南華來申請兩年不過 結果她可以用六天級機密的方式 而且她現在自己承認了 當時的生計條例 那個條文都是她寫的 她可以積極的去推動這個案子 然後最後自己去當董事長 然後從中獲得了將近兩千萬的獲利 我想這個宇昌案 簡單來講就是 她在有權力的時候去推動這個案子 等到她下台了之後去享受這個案子 那麼第二個部分其實是比較可怕的 台茂生計創投 剛剛其實邱玉點到了一個時間點 真是最重要的 2008年的3月18號 2008年3月22號就要投票了 結果台茂生計創投國發基金 核准了給她8.75億元 坦白說在那個時候 還會核准給蔡英文的一家公司 這個國發基金就很值得檢討了 今天如果不是劉宜如初來講 我們還不曉得 她在申請的時候 她就給了一個條件 我已經投資7千萬了 我投資7千萬 未來這個董事席次 我要佔3席 整個總席次不過是7到11席 我要佔3席 而且至今是35億 然後呢 我要求國發基金要撥10億 我7千萬去完政府的10億 然後我要佔3分之1強的這個董事席次 有沒有人這麼貪心啊 可是這個條件 國發基金居然同意了耶 最令人意外的是 我要7千萬去完國家的10億 然後國發基金核准了8.75億耶 怎麼會有這種國發基金呢 後來這個公司沒有成立的原因 是其他資金不敢到位 還是國發基金知道問題嚴重 不敢下去呢 我們都要希望不管監察院 或者司法單位要去查清楚 可是這裡面所透露出來的還是那一句話 蔡英文是不是一個玩弄權力又貪心的人 國發基金同意了8.75億 沒有撥下去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政黨輪替馬昂九當選了 如果沒有馬昂九當選會有扁案嗎 大家想一想 扁案艾克風組織把信息透露給我們的駐瑞士代表處 瑞士代表處把資料給我們的法務部 如果那時候是謝唐廷當選 大家想一想還是民進黨在執政 法務部案子會讓他曝光嗎 不會就沒有扁案 政黨輪替其實有非常多的好處 但是剛剛鳳馨所講的 你用7千萬然後告訴政府說我這家公司將來會募集至今35億 7千萬的人要跟人家要三席 然後要求政府出10億 這個很不審常 瑞文 對董哥因為這個特徵組的部分當時有點奇怪 因為上個禮拜四 這個劉憶如就去立法院做專案報告了 然後拖了五天才去扣這個卷證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要等五天 等五天是幹嘛 算好了時程再過去嗎 簡直莫名其妙了 我們來看這個邱委員跟陳鳳馨講的 剛剛邱委員說特徵組啟動偵查 真相一定會大白 這不就跟文家兄昨天講的一樣嗎 真相一定要把他追出來 去追啊 董哥我們多運動 我看你們追你們要追幾年 陳鳳馨說法律的部分就交給特徵組好啊 還加監察院好了 剩一個月要投票 所以董哥我很現實 我從現實的層面來講 這個案子不會有真相 至少在投票之前 那當然 那當然 那交給特徵組幹什麼呢 所以蔡黃朗我要先講 蔡黃朗你不用哀 蔡黃朗其實很清楚嘛 蔡黃朗知道這也不會有真相 可是我跟大家講一個部分就是說 看民進黨的態度是什麼 就很簡單的 對 要成立調閱小組 民進黨是拒絕的 觀眾朋友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在立法院 國民黨是壓倒性的多數 為什麼國民黨要弄個調閱小組 民進黨拒絕然後就成立不了了 這個就是立法院必端重生的原因 那我想請問民進黨 你們怕什麼呢 你應該趕快把資料通通拿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民進黨 他願意花錢去登廣告 這是今天民進黨的廣告 最近都是民進黨在贊助媒體 民進黨天天登廣告 你怕什麼 而且大家瞭解 這調閱小組不是說林醫師他們去調查而已 是跨黨派的 民進黨團你們也可以派人一起來看的 最好能夠在裡面再找出一個什麼公文 又弄錯了 但是最好不過了 可是民進黨他是拒絕成立調閱小組 我不想問民進黨柯建民那些人 我想請問蔡英文你在怕什麼 對啊 當年的兩顆子彈 也是拒絕真相調查委員會的真調會 記不記得 曾調會的成員到地方想去瞭解 到台南地點署被沿途吐口水 民進黨發動支持的來對那些成員吐口水 大家要記得 雖然特產組在選前 就像輝文所講的 沒有辦法有真相 但是沒關係 本節目在選前 會有九成以上的真相 你只要認真看 我敢講 我們拿出來的東西 雖然是質疑 但是其實往往是答案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相關話題